回来啦 你干嘛 我真看着呢 怎么了你 冲锋了吧你 谁又找你惹你了 你看看 看看你干啥好事 什么意思 刘佳琪 刘产 谁的孩子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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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有 有孩子啦 我说你放屁 我 干嘛你 你还要打我 我抽你都不解气 我说你 什么时候能不吃醋啊你 张九丽 你跟这种女人 在外面有了这种 不要脸的丑事 你回来还要打我 你还是人吗 你真是狗嘴里吐了 不像眼儿来 我真想撕到你的嘴 你整天还疑神疑鬼的 你找人家刘佳琪 闹我什么闹啊 你不知道人家怀孕了 就因为你这一脚 把孩子给拆掉了 还跟我嚷嚷 我说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吧你 什么乱七八糟 胡说八道的 我 我把他给踹流产了 真是笑话 我告诉你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 我都没碰过他 我怎么可能把他踹流产了 再说你看到我打他了吗 你干嘛把这个屎盆都握我脸 你绑脚骗你 不是 我问你啊 你昨天是不是去找人家去了 去骂人家去了 我是去找过他 我是要去警告他 我让他少打你的主意 但我没有碰他 你不舍字 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不认账啊 你说你这错谈字摔家里就化了 还跑外面去撒野你 我跟你说 这 我跟你说 这绝对是嫁祸于人 我告诉你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我都没碰过他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连他一个手指头我都没碰过他 你说这话谁信啊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这只猫老虎 你能饶得了谁 你和院里的乔彦红 你们两个家打得还少吗 我还不是为了这么大吗 每一次都打得天翻对覆的 人家会无缘无故 跑到医院去把孩子给打了 你这话说得通吗你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但是我绝对没有碰他 我现在明白了 这绝对是一个阴谋 绝对是一个嫁祸于人的大阴谋 沙子 你上当了 何玉梅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 我为你感到无敌自如 感到可耻 他说什么你都信 我和你夫妻这么多年 还不如那小妖精的那几句谎话 张九丽 你太让我狠心了 何玉梅 你给我闭嘴 在这儿呢 何玉梅 你说你把我老婆打成又打了 你让什么让让啊 你让什么让 我何玉梅在这儿呢 你跟那疯狗似的 在我们家院子里让我走 你让什么让 乔姐你别着急 有话说清楚 别在这儿犯魂啊 好 我说清楚 她把我老婆打流产了 害得我没含意吧 我今天要让她一命成一命 我有错吗 你过来 我过来 你不能动手啊 你要出这命啊 你甭管我小姨妈 你这把血剑的女生 找我跟你说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来啊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你拿根棍子 我就会怕你 我何玉梅从小不是被吓大的 想来找我算账是吧 我还想找你们算账呢 你们俩疯了吧 吴忠生有弄出个孩子 还想讹我欺诈我 我告诉你没门 你太可笑了 我有医院的证明 我们有孩子 这难道不是事实啊 你今儿你必须得赔偿我 你不赔我三万块钱 我我真的不死你知道吗 你信吗 小姨 你来你来你来 你干吗呀 玉梅呀你认个错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不认什么错 不是我干的事 凭什么要让我承认 乔姐你想讹我钱是不是 想跟我耍恨 我告诉你 你选错人了 我不可能给你一分钱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 等着法院判你来诬告罪 敲诈罪和故意杀人罪 没有我害怕你 你来呀你来呀来呀 你是不是还想再进去一次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现在马上就打110报警 行啊 可以没有 挺会玩啊 玩挺狠啊 我跟你学的 好好的我也告诉你 我乔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给我记住 记住啊 你 流氓混混 上东西 开门 这不是乔姐吗 来找你媳妇 真不瞧 她不在 出去见客户去了 我知道 我找你 找我 找我什么事啊 你老婆 把我老婆打成流产了 害得我没孩子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你说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 小姐啊 我知道这事是我老婆做的不对 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真的 我替他向你道个歉 实在对不过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该怎么赔偿领 今天既然你说了 那你就说吧 怎么个赔法 我的哥呀我 我真是没想到 你全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我早知道你这么通情达理 我又不用去你们家了 你去我们家了 对呀 你老婆她都打电话 打110报警抓我 她简直又是混蛋 我老婆那人你都甭搭理她 她现在已经疯了 可不是吗 哥 你是个痛快人 我也是个痛快人 好 三万块钱 你给我三万块钱 咱们这事就算了了 三万块钱 对呀 看在佳琪的面子上 我就不去法院告了 你最好嘛 就是同意 要不同意呢 也没事 那我就得回去琢磨琢磨 这事 是吧 会有什么后果 要不 你也琢磨琢磨 不用 三万块钱 能解决问题吗 能啊 行 我给